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 EarUp Masterclass 我是CM 今集就跟大家講監製 監製做甚麼呢? 監製是甚麼人來的呢? 其實他做甚麼呢? 我自己覺得監製有幾個角色 首先,我先講一個事實給大家聽 你在任何平台聽到的作品 流行曲也好 樂曲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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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聽到那個版本 就是來自監製的Vision 監製覺得那首歌是怎樣 我講一些更實際的例子 譬如說 歌手來唱那首歌 他不會唱一剔的 他可能唱分三日 總共唱了一百剔 為甚麼你聽到出街的版本 是用第九十六剔 不是用第八十二剔呢? 這個是監製的Vision 他覺得那首歌是這樣的 為甚麼鼓 那首歌是用這個聲音 是拍 不是錄的 選擇一個怎樣的Snare 選擇一個怎樣的Tuning 選擇一個怎樣的Musician 去打那個鼓 這些全部是監製的決定 因為他對這首歌 有一個Vision 在這首歌還沒做完之前 其實這首歌還沒出現之前 他已經有一個Vision 他覺得歌手應該怎樣唱 音樂應該怎樣走 那首歌應該怎樣打 音樂應該怎樣編 就算不是他自己編 他有一個Vision 他才可以跟參與的音樂人 歌手、編曲人 溝通就是 我對這首歌的Vision是這樣的 所以我想這樣改 我想你做到這樣的效果 當然不一定全部是監製決定的 不一定要很專制 監製都可以 譬如歌手有溝通 作曲人有溝通 作詞人有溝通 其實是大家去工作的時候 但到最後的Quality Control 和Gatekeeper 其實就是監製 所以你聽到的 譬如所有監製寫我名字的作品 你聽到的東西 就是 My Vision of the Song 小時候就不太明白 小時候就是 總之我要搞定 監製就要搞定這件事 這也是一個很合理的說法 監製就是總之在限期之前 要交到Master 這是一個重要的工作 但在過程中 其實是很多創意的投放 即使監製可以一粒音都不彈 可以一粒音都不偏 一粒音都不唱 但其實他的創意的投放 是絕對不讓其他人少的 我自己給了四個不同的角色監製 我自己心目中 我覺得監製要有四個角色 一個就是我剛才所說 他是整個project的創意的舵手 他就是控制著船向哪裏 最後出來的製成品是怎樣 就是監製的Vision 第二個身份就是 他是類似一個Vocal Coach 其實不一定是 不是所有監製都是很Technical 我都不是一個十分Technical的監製 但我會找一些比較Technical的幫手 跟我一起去做 去探討一些比較Technical 譬如聲線、發聲什麼位置 但是譬如監製在歌手唱歌的時候 take vocal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 唱歌不外乎幾種東西 音準、拍子、咬字、基本的生用東西 但你做到那些生用東西 不代表就夠了 譬如現在 大家用電腦做音樂 其實任何東西都可以寫到 音不準 tune 拍子差一點 可以退 很多這些出席的事情 其實現在都是 每一天都發生 亦都成為了一個標準 就是好像 你現在這個年代做浪曲 甚至乎這些製作 其實你的東西都要很整齊 很對 但有些東西是tune不到的 演繹是tune不到的 語氣是tune不到的 感情是tune不到的 這個是沒有辦法去後期做的 所以我覺得監製那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 因為當你聽歌 尤其是浪曲 其實歌聲是佔了一個很主導的角色 如果唱歌手 他唱出來 不能夠捉住聽眾的話 其實那個作品是會很失敗 所以在錄音的過程 我覺得監製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 他如何帶領那個歌手去演繹那首歌 正如我所說 他剛才有一個Vision 我想這首歌是這樣的 所以他正在監製一個歌手去做到 他心目中的演繹 去配合他的畫面 這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互動 尤其一些有經驗的歌手 其實他會有些習慣 他會有一些他自己既有的方法 有時是要去打破一下這些方法 去試一些不同的方法 跟穎兒錄《驚激海》的時候 因為《驚激海》那首歌是說 很痛、很痛苦、很刺痛、很不安 我們都錄了好幾個Session 我記得其中一個Session 我想他唱到一個痛的感覺 但我又好像不太感覺到 我拿了一支螺絲批進來給他 我說你不如一邊唱的時候 你一邊拿一支螺絲批 即是當這支是螺絲批 你這樣在那邊 咪一下咪一下自己的手指 即是有一點點 唱到一點點痛的感覺給自己 我很喜歡用這些古怪的方法 我覺得可能不同的監製有不同的方法 但你怎樣把歌手帶去那個狀態 他真的可以迫到他 拿到那些情感出來 是頗有趣的 但聽說我原本打算叫他輕輕咪一下 或者是手指 我給了他之後 我就回到旁邊去控制 聽說原來他最後好像插著大腿 這就是歌手自己 怎樣去拍那樣東西 然後他怎樣去運用那些去幫他演繹 他覺得可能刺大腿好一點 第三個我覺得是 剛才說的一些比較技術的事情 即是歌手他的技術 他的咬字 然後他的演繹 但我覺得有時候 尤其在懸疑這個項目的過程中 我很多時跟馮永奇一起 聯合監製 馮永奇是一個 我形容他為一個精神領袖 其實他講的東西都會比較 你要去領悟多過 他告訴你 我想你這樣這樣這樣 你跟著做吧 其實他會講多些感覺的東西 和一些感性的東西 在那個過程中 其實要將這些感性 將這些情感 將一些抽象的意念 在歌手演唱上去翻譯出來 是有點難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 給一些畫面的歌手 馮永奇有種近乎 好像那些靈性的導師 你怎樣打開自己的心 去享受音樂 你怎樣去打開自己的過往的經歷 去享受自己的過往 你怎樣將那些東西 你經歷過的痛苦也好 很開心也好 很困難也好 怎樣將它放在音樂上 令到那個音樂的演繹 是更加有血有肉 更加有感情 更加會觸動到你的聽眾 這個我也會學習中 但我覺得 作為了監製第三個角色 就是好像一個 靈性的導師 你將它帶去那個狀態 讓它可以做到一個 符合你心目中想像的演繹 我覺得第四個角色 作為監製 就是 Project Manager 監製就是 在限時裡面 完成你的工作 Deliver你的作品 Deliver一個客戶滿意的作品 客戶可能是歌手 可能是唱片公司 可能是電視台 可能是商業的客戶 有兩個最緊絕的資源 就是時間 錢 就是你在有限的錢 和有限的時間裡面 要做到 你能夠達到最好的作品 去Deliver給客戶 其實是沒有最好的 有些人會說 Artists never completed It's only abandoned 就是沒有東西是完美 你其實創作 你做任何藝術的工作 其實不會有完美 也不會有完成的 只有去到要交了 那我是不是交一個 我這一刻 我覺得 我最滿意的作品 你再給我一年 可能我還可以繼續去 去Find Tune 去繼續做 好一點 但其實你不會有 這樣的luxury 剛才說的所有 創作 怎樣很靈性的旅程之外 其實一個很理性的身份 就是 其實那個監製就是 Project Manager 他一定要確保 無論你唱得多high 我不可以讓你錄30天 一定要在某一個時數 或某一個日數 我要拿到 足夠我去做 Final Product的一些創作 完成到我的作品 所以就是 在創意之中 其實是要保持三分理性 就是去看著 咦? 我們已經錄了四天 但這首歌都只錄了三分一 那好像有些問題 還有我覺得 一路做 其實對身邊的工作夥伴的了解都很重要 譬如我電話裡有十幾個結他手的電話 但為什麼我這首歌是叫A彈 而不是叫B彈呢? 因為我覺得這個genre 適合A彈多過B 我找B回來都可以的 但可能他又要摸索一段長一點的時間 或者拿個聲音 他未必立刻拿得對 但可能如果找一個很熟悉這個genre的結他手 他可能一起來 已經有些預設 他已經立刻知道 我想要的東西 他已經立刻給我 那我自己經常有個格言 就是 If you want to make good music find good musicians 就是這麼簡單 你找好的音樂人 就會做到好的音樂 這個是沒有辦法 因為音樂人的修為 其實真的靠日子 靠他下多少苦工 一個好的音樂人 其實他就算彈一樣的東西 他的觸感 很簡單 做一些demo 其實我自己都會彈一下結他 我自己都會按少許Synth 但去到某些位置 其實我不會覺得那些東西可以出門 就是我覺得 我找一個結他手 就算他彈和我一模一樣的東西 他都會好聽十倍的 所以這些是沒有辦法 我一定會找好的音樂人 去幫他做這件事 就是要平衡時間 金錢 你有多少事情要去做 有多少時間可以錄到 有多少時間可以錄到 錄真的樂器 Mixing 找哪一個engineer 這個engineer Mix開的東西是怎樣 他的美學和你一樣 他會不會能夠了解 買你想要的東西 而deliver到一個 你又滿意 客戶又滿意的Mix 每一個環節都會是這樣 綜合了這幾樣東西 所以我覺得 四個角色就是 創意的舵手 是一個聲樂的Coach 然後也是一個靈性的導師 最後就是一個project manager 可以分享多一點 其實在我的工作裡 我經常會接觸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環境做事 我在studio 會去電視台 會去做音樂會 現場的音樂會 我也會去幫別人錄音 在我自己的經驗 以及我會去找 和我一起工作的工作夥伴的經驗 其實音樂上的修養 或者音樂上的技術 知識當然很重要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專業的音樂人 音樂以外的 譬如一些基本的禮儀 禮貌 或者一些不是音樂的 一些soft skills 都很重要 很簡單 手時 你不要double book自己 不記得 帶齊一些工具 自己管好自己的器材 自己的工具 有準備 做功課 然後整潔 站立 這些是很基本的東西 但其實 又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的 所以 你除了 譬如你鍛鍊好自己 音樂上的操藝之外 其實代人接物都很重要 即是跟別人講電話 有禮貌 有回覆訊 約了別人 不要忘記 這些東西 其實好像很簡單 但是 它是很長的 尤其當客戶 有一個很大的項目 他需要一個很可靠 幫他寄送的人 的時候 有這些 比較可靠的製作者 就會容易得到客戶的信任 我覺得這個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後就是 都想說 有聽我說 co-writing 那一集的朋友 就知道 我有一個作曲的團隊 叫做 The Rebel Alliance 我自己 這幾年的工作 範疇都很多 我 有做 ViuTV 叫做全民造星 的節目 在做全民造星的節目 我第一屆的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 這個節目做什麼 總之我收到花姐的電影 叫我上去開會 他跟另一位導演 我們都談 說完一輪之後 總之 我得出的結論 就是要很短時間 做很多音樂 而是我沒有可能 一個人做完 我是不睡都沒有可能 做完 比較年輕的時候 會有一種很萌失的想法 就是覺得 不是我 落手做的作品 就不是我的作品 以前都會堅持 我一定要 譬如我製作的 一定要我自己編曲 或者至少我要 coarrange 但當我接到 《全民造星》這個 project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我不行 我真的 牽手觀音都搞不定 因為時間太短 要做的事情太多 那時候開始 就是去 找身邊的人 然後 身邊的人 你還不懂多些人 去幫我一起做 那我就拋開了 一定要我自己親手做 才是我的作品 那個包袱我沒有了 那我覺得 我更加重要的是 因為 花姐委託我 去看著這件事 那我就要確定 譬如她要兩個星期 做十六個音樂 我就要確定 那十六個音樂 要準時 有質素地出現 那可能 那兩個星期 就不停地 打電話 Whatsapp 然後就周旋在 參賽者 節目組 編曲人 那一間 只是回覆Whatsapp 都回覆到電話 沒有電 那時候 我開始發覺 原來 當你要去處理 這個項目 的時候 你不可能自己做 所以那時候 開始 我就有一個 要建立一個團隊的想法 其實我現在 經過幾年 《全民造星》都做了四年 都開始 我找了很多不同的音樂人 去幫我 在節目的過程中 做編曲 或者去做現場的演出 我覺得 在這個過程中 我也了解多了我身邊的音樂人 他們強項在哪裡 或者他自己喜歡什麼音樂 你找一個人做他喜歡的音樂 其實會快很多 他也會做得很好很多 所以我覺得 建立一個團隊 然後 你了解你團隊的人的特性 以及個性 也都是 作為了監製來說 是非常之有幫助 以及很有必須性